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宗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引进入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任务的专访议题的整理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争议新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进一步关注的议题 我们有Podcast频道也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收听收看 我每次都会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是由公库独立制作的节目 我们的经费是来自于公众的捐款支持 所以我们欢迎各位朋友 不管你是在看我们的影像的节目 或者是在听我们的Podcast 都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捐款的资讯 在我们节目说明栏的下方都可以看得到 好 那我们上礼拜跟大家谈到的是 在疫情下的监控这一件事情 那我们知道在疫情的状况底下 其实为了考虑为了要保障大家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监控这件事情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民主国家跟集权国家在监控上面 电子监控上面我们有跟大家提到 有很大的不同 台湾既然是一个民主国家 有一些基本的这样原则是必须要守住的 例如说到底有没有法源的依据 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有公开透明 是不是有监督机制 在这个监控的过程里面 是不是有做一些相关隐私权的评估 或者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是不是有一些定期的检讨退场的机制 就是这些资料会不会拿去做别的使用 这些都必须要有更进一步的这个报告 在上礼拜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谈到了 台拳会曾经在去年也发文给卫福部 但是卫福部的回答其实是有点避重就轻 前两天他们又再一次 今年又再发一次文 所以我们也会持续的来跟大家追踪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在这个疫情期间 除了一般我们看到的电子监控之外 其实也会出现人跟人之间的这种监控 那当然我们会因为这个心理的关系 心理的害怕而会觉得说 你这个人是不是确诊 或者是我们可能会提醒他你要去做这个相关的筛检的工作 但是如果是由政府直接用奖金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 到底合不合一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一则报道 确诊者绝大多数都是这个返乡的亲友 或者是市民朋友们去这个高危险区的高风险区的县市 这些其实都是可以预防而且不必要的 端午连假即将来临台南寄出返乡退票奖金 并要求返乡者第一站需先到筛检站快筛 若林里长或民众发现有返乡者没做筛检 可向市府通报最高奖金一万元 希望透过奖励机制鼓励民众留在原地过端午 以免跨县市移动造成防疫破口 记者陈焕宇 许正俊南部报道 好我们看到的是在6月6号的时候呢 这个台南市长黄伟哲在脸书上面提了一个公告 这当然是因为这几天这个端午节 希望大家不要这个大量的移动 然后也提醒大家不要这个随便的返乡 这件事情要特别的留意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 不过他其中有一段是引起了一个比较大的争议 就是家户联防的部分 他在里面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他鼓励台南市的邻里 还有市民的邻长里长 还有市民呢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去留意通报未筛检的难防 难返者 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去前往筛检 那如果你去通报 然后经过这个快筛是阳线的话 你可以得奖金一千 那如果你做的是一个PCR得这个快筛得阳线的时候 奖金是一万 说实在我看到这样的一则新闻是有点傻眼 好像我想去提醒大家要去做快筛 去做筛检是很正常的 但是筛检得奖金 那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或者是它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现象 当然不是只有我在脸书上面 对这件事情提出质疑 包括台南的在地团体 台南新衙或者是人权团体 甚至在民进党的里头的 包括立法委员等等 也对黄市长的做法有很多疑问 甚至觉得这个是一个侵犯人权的作为 黄市长在隔天也说 他相信人心不会那么坏 那我相信人心是真的不会那么坏 只是说你用这种方法 某种程度上面去鼓励了大家去做这件事情 真的是合一吗 不过黄市长也说 其实按照这个传染病防治法等等的法案里头 也有提到你随意的这个确诊者任意的移动 其实是会被罚钱 就是20万到200万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罚金 那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一件事情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已经确诊者移动 这当然不可以嘛 你就本来就应该要做某种的隔离 那保护大家安全 可是你今天去举报这件事情 恐怕是有很大的疑虑 黄市长的这些做法就让我想到 在2020年3月的一则新闻 中国广西其实也曾经希望这个人民去举报 就是说如果你回到了这个乡镇这个城镇 如果没有按时的没有真正去做一些这一种所谓的非法入境 或者是入境之后不实报告 或者是不遵守隔离规定等等的 如果被举报的话 你就一样这个去举报的一样是有机会得到奖金的 我觉得这其实在某种状况底下 其实都是在鼓励人跟人之间的这种监视 可是我们当然可能会自动自发的对某些人会产生的怀疑 可是政府去鼓励这样的一件事情 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不恰当 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 其实它也某种程度反映了 政府在相关的措施上面的不足 能量的不足 所以他要人之间去做这一种举报 而这个举报其实特别是在疫情期间 很容易因为我们对疾病的不了解 而产生了更多的恐慌 甚至不信任 我就有听过在 例如说在嘉义有一些区域曾经有人确诊 那结果邻里之间就关系都非常非常的紧张 就是就会怀疑说你是不是有问题 你这个是不是没有去做筛检 或不是这个感染源其实跟你有关 所以那个邻里之间就开始产生了很大的 这种不安跟冲突 那当然在台湾不太可能有太大的 这种冲突的事情发生 可是在过去的人类历史上面 因为疾病的无知而去产生 这种杀戮的情况并不是没有 或是产生这种严重隔离的情况并不是没有 例如说在台湾过去对于麻风病 所谓的现在叫做汗生病的这样一个疾病 大家都觉得说哇他很恐怖会去传染 那其实在过去像热生的洋宴 就是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形 他被他得了这个所谓的麻风病 然后他就被快速的被隔离 被抓到这个热生 然后甚至其他地方给拘留起来 那这也是某种程度也是一种举报的过程 举报的这样的一个历程 那所以在中国曾经也发生过 在1950年代曾经有一个村子 也是对这个所谓的麻风病 他们有一些的这种恐慌跟恐惧 因为当时大家也不了解嘛 所以呢他就就曾经这个村里面的干部呢 就有点去诱骗这些麻风病者到一个地方 然后呢集体的把他们给烧掉 大概有110人因此而死亡 我相信这种事情不会在台湾发生 但是也不会发生那么激烈的这种状况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 这个其实是反映了 这个政府在这些能量上面的有问题 而用这种方法其实会造成 人民跟人民之间的不信任跟恐慌 这绝对不是一个民主社会 应该要有的做法 类似的事情不是只有在台南市 在苗栗县县县长徐耀昌 其实在前几天也做了一个公告 就是要把外企劳工给隔离起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一段新闻 现在看到这个描制暮震 这个电阻委员 发声有军阻委留的案例 这个中央的民粹已经 大概280人 现在描制的官政府要控制 二天的军阻 对躺一天是撒出不能出国 对到这个槍露 这个有鄰村協会 事来表示说这是其实 港主委員全身前的各地醫 每個小節都不加慶祭 外公牌座長的盡量等於快篩 苗裡經營燃燃燒 團出軍機艦船 經濟官府公佈 配合就新鮮療股的 乘風經濟停工三工 也對四百三宅完工 以及一百倍才的行作 槍箱來專民快篩 無知苗裡已經有五間電視牆 六學團出比較正案 旅行已經有二百八十幾人 敲風表示 說起來依航到京元 並不是同一個所說 不過都是同一個生活款 也跟本國籍的原工工作的所在 Lyndon關府 民主委決中 運行專民快篩 梁闑府 Ole Pod advance 背合資金 mortcul 還給強行 宗教應的佑わ 身材料事在abel 網民官府對管enario 以此再次進 Nashville 一直吃能源 台灣人眼角 一口罩 因為是公然的歧視 氏 那移工怎麼做就好了 根本不需要去區分 移工應該要多做什麼 所以想起出 這項今天 哪將移工認為是潛在感染者 管理中所當地的工作的移工 也有7300多人 並是全期7500的 需要當地的家庭 會有關乎應該依稅回通室的標準 同樣的跨台 不應該只是對於移工 有將對性的才是特別的經營 現在苗栗總好報導 我們在剛剛看到那則新聞 是苗栗縣縣長徐敖昌 在6月7號的時候 也一樣發出了一個公告 就是全縣的移工禁止外出 而在這個公告裡面 它其實包括了下面的幾點 包括全縣所有的移工 在工作以外的時間都禁止外出 生活的採滿由專人負責 上下班要由仲介來接送 包括警察也要求 他們要加強的這一種查地 那顯然的在這樣的一個做法 會把移工當作是一個需要隔離的群體 甚至把他們認為是一個非常重要 或是一個嚴重的感染源 的確我們看到在這個過程當中 是有移工確診 但是在同樣的也有很多台灣的勞工是確診 但是他並沒有把所有的台灣人全部給關起來 那這一種做法其實是非常典型的這個 在疫情期間加附長勢的思維的方式 就是因為恐慌 因為這個害怕 因為我們希望得到安全 所以公權力就會進來主動的告訴大家說 我跟你講怎麼樣做是最好 怎麼樣是最安全的 所以在這過程當中去犧牲的一些權益也是正當合一的 那當然在這裡頭也會看到大部分的民眾也會覺得 這個做法其實是無可厚非 因為疫情期間非常期間 我們當然要有一些些的這種所謂的不方便有一樣的措施 不過徐耀昌的做法其實也引起了一些公民團體的反彈 也召開了這個線上記者會來去做一些回應 但是縣長對於這些回應其實也依然顧我 他並不認為這樣一個做法有什麼不同的 例如說徐縣長就曾經說 這個命都沒有了確診了哪來的人權 然後那的確啊這些移工對他來講 他是一個很重要的感染源 他也說不要一天到晚在講人權 講人權其實命都沒有了 其實我們在臉書上面在網路上面都常常會看到 這樣的一種一種說法 可是我還是要回到一開始我們在講說 那到底民主國家跟威權國家是有什麼不同 那在民主國家在這種狀況底下 他當然會限制了某些的自由 可是這種限制自由的方法是這麼有針對性的嗎 針對特定的族群特定的種族 特定的工作的形態嗎 難道這個沒有涉及到沒有這個所謂的歧視的問題嗎 這樣的一個做法當然引起了很多的團體的反彈 那第一個反彈的其實是不是什麼人權團體 病毒是不會區分人的 那既然我們大家都講同島一命嘛 那良好的政策就應該要照顧到所有的人 移工也是人喔 那全台的疫情警戒都是三期 可是苗栗縣特別對移工禁足其實是非常不符合明確原則喔 那所以其實他們就會覺得這樣的一種做法是對移工貼標籤 那你把這個特定的群體貼了特定的標籤 那事實上是對於這樣的一個群體是污名化的 是這樣的群體會讓大家覺得可能更討厭他 這個在疫情的期間或是在這一種所謂的人類的災難期間 常常就會出現這一種隔離區隔污名甚至對立的情況 那在這個記者會上面劉玉玉他也說是如果要舉的假設好 我們今天做的一個統計發現感染源比較高的是男性 那是不是要把所有的男性做這一種禁足喔 所以在這一種所謂的差別的待遇的做法 其實都已經違反了這個兩公約的一些歧視性的問題 或是違反了這個平等的原則喔 那在這一場記者會裡面呃 台灣人權促進會的秘書長呃 他們也出席的表達而根據台灣人權促進會 他們所提供的資料我們也可以看得到 在勞動部呢在2021年4月的統計當中喔 其實就有呃苗栗縣總共有兩萬兩千九百一十四位的移工 那產業移工呢其實有一萬五千五百三十一位 裡頭的長照社福的移工總共有七千三百八十三位 好了那你今天看起來是在禁止這個 這個你是擔心這個工廠的移工去產生這個狀況 可是你把整個都覺得你不可以移動 那這七千多名移工可能就代表的是七千多個家庭 那是不是不只是移工會受到這種歧視性的待遇 對於這些家庭是不是一樣會產生很大的生活上面的困擾喔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每一個移工都是在照顧我們的家庭 照顧我們的長輩呃 這一種歧視性的待遇其實對於不只是歧視人家 而且會對現實上面會產生一些狀況 會產生一些困擾喔 那如果我們再把這個問題拉到更長的角度來看 在過去我們就一直在強調場處分離 在一直強調要改善移工的這種所謂的生活的環境喔 而在這個疫情爆發到現在也一兩年的時間 呃我們的政府不斷告訴我們一件事情超前部署 可是移工的生活的環境你部署了嗎 移工面臨到他可能會群聚感染的問題你部署了嗎 你在這個過程當中是不是有考慮到移工 萬一感染的時候該怎麼辦 這些都沒有去考慮都沒有真正的超前部署 而你只是當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 那種直覺性的反應 那種歧視性的反應 那種隔離的做法 其實會對這個社會造成很大的傷害 我們的社會對移工的友善是慢慢的在改善 可是你又卻造成的不只是人權的侵犯 甚至也會造成這個社會對移工的污名跟恐慌 好那除了看到這樣的一個台南跟苗栗的 這個疫情的新聞之外呢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媒體工作者在伊甸市也有這個染疫的情形 我們來看一下下面的這一則報導 伊甸市大樓先前有攝影師在廁所猝死 PCR檢測的結果出爐是陽性確診 伊甸市在昨天協調北市府派行動快篩隊 為160多位被列在紅區的同仁先進行快篩 其中有11名快篩為陽性的員工 最新消息是PCR結果在昨天晚間出爐 11位都是陰性 台北市內湖的伊甸市大樓 7號爆出一名攝影師在廁所猝死 8號PCR檢測結果為陽性確診 伊甸市緊急協調北市府 9號派行動快篩隊設置快篩站 為全體同仁進行快篩 已經造冊的160多人 其中有11人快篩陽性 搭上防疫專車離開 先以他們的紅區 也就是說跟這位同事有工作關係的人 還有他工作的樓層 還有工作的那個建築 那可能他們有好幾棟嘛 那我們先以最紅的地方 紅區然後黃區然後綠區 副市長黃先生到場視察 表示彩分區快篩 死亡攝影師工作的大樓被列為紅區 另一棟則是黃區 黃先生坦言 如果紅區篩檢狀況不好 會針對黃區進行篩檢 而最新PCR檢驗結果也在9號晚間出爐 11位全部都是陰性 國軍化學兵進到辦公室加強清搜 相關單位仍不敢大意 以便是工會批評公司資訊不透明 包括環境清搜 動線管理 人員分流 防護設備都沒有到位 要求公司成立應變小組 納入公會代表 並呼籲因讓鄰近大樓人員進行普篩 而這位往生的 留性的同仁呢 也會附近在那邊投約 他投約的時候會有 日報大樓的人會來 所以你說隔壁的大樓會不會受影響 當然會 這第一個 第二個他除了在我們公司活動之外 他也會到附近的便利商店去買東西 公會建議NCC將電視台 列入第四級警戒時 延續出勤的重要基礎行業 因此NCC應指派專家 給予媒體業指引 落實防疫措施 同時媒體從業人員 因納入疫苗優先施打順序 記者黃紫杰 謝其文 朱鋒主席稱 綜合報導 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個新聞 其實是一電視的一些 同仁的懶役的情況 那其實不是只有一電視 有這一種情形在很多的工作 或甚至在其他的傳媒 也發生過類似的這種情況 不過一電視的官方 至少他還告訴大家 這樣的一件事情 雖然在相對於很多的公司而言 他們是主動的提出這一種狀況 可是他們的工會 一電視的工會 也仍然認為這個資方 在這件事情的反應 其實是比較慢的 就是特別在他們的聲明當中 也提到資方沒有即時的公告 基層同仁 匡列人員 居家隔離的方式 都未能夠即時的告知 就是處理的方式不明確 導致基層員工的人心惶惶 這是在他們聲明裡面 對於一電視產生的資方 官方的一些回應 當然他們的回應也不是只有 在對於公司在處理這件事情 動作比較慢的這個不滿 他們其實還更積極的提到 怎麼樣去解決 或者是怎麼樣去採取 預防的措施 那特別講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在他們的聲明的第六點也提到 媒體業呢應該列入 疫苗的施打順序裡頭 那媒體記者應該要納入 疫苗的優先的這個接種的對象 那因為包括像醫電視的確診者 包括攝影記者 SNG工作者都有可能 這個因為工作而染疫 然後這個記者要去的地方 他也非常非常的廣泛 他要接觸到人很多 而且在一個公司裡面 大部分的電視台 都是一個密閉的這種 所謂的空調系統 而且電視的作業 也不太能夠是單獨一兩個人完成 他都是一個團隊的作業 所以對於這個媒體工作者的 防護是很重要的 那其實根據這個 在有一個媒體的觀察的組織 叫做這個新聞標誌運動組織PEC 他從去年的三月做了一些調查 一直到六月十號 他去統計了 在他們這個統計當中 去統計了這個全球染疫的 這個記者的人數 一直到六月十號為止 一共有1503位的全球各個國家的記者 染疫死亡 那其中這個染疫死亡人數最高的 前五的國家 就包括像印度有246個 還有包括巴西有239人 以及秘魯墨西哥哥倫比亞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些記者死亡的 這個區域其實也是在世界各國染疫 比較嚴重的這個拉丁美洲這樣的一個區域裡頭 那許多拉丁美洲國家的這個媒體工作者 或是媒體的組織呢 他們其實也都發表聲明 或者是也指出說 新聞報導是一個非常基本 而且是很重要的基礎的服務 那但是他其實並沒有受到這個同等的尊重 的確是如此 新聞工作雖然不是看起來不是一個公共的 這種所謂的政府的這個措施 可是他其實是一樣在做公共服務 他一樣要到公共的場合去傳達 把我們收集資訊告知資訊 然後記者新聞工作者也常常會是一個移動的角色 那所以在最近這一陣子其實越來越多的國家 對於記者在疫情期間的保障 特別是施打疫苗的優先順序的保障 其實也提出了一些呼籲 包括在台灣的這個媒體觀察基金會 也聯合了十多個組織呢 他們也發表了聲明 那在聲明當中就要求或是請求這個疫情指揮中心 能夠將第一線的媒體工作者納入到這個疫苗公費施打的對象 那這個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指出這個第一線的新聞工作者為了採訪報導的需要 常常要去接觸到防疫人員 醫療院所甚至是防疫的對象 而實際上面也傳出了很多新聞工作者確診的消息 所以他們會認為媒體工作者所面臨到的風險 並不亞於在第一線的這個醫護人員 那其實他們也談到了其他國家的一些狀況 例如說在今年4月份疫情這個大爆發的印度 他們在5月份就把這個第一線的媒體工作者 以及4個18歲以上跟家人同住的這些人員呢 是列入到施打的對象 而美國的部分 他們也把這個第一線的媒體工作者列入這個疫情的必要人員優先來施打 那在這裡面其實在台灣的包括台灣新聞記者協會 包括台灣新聞攝影記者協會其實也發表了聲明 甚至也發函給這個CDC 希望能夠把記者納入到這個公費的這個優先的施打對象 不過當時的這個CDC並沒有同意這樣的一個做法 當然我們看到因為這個有染疫的情形發生 然後也因為而死亡 也看到台灣有越來越多的這個媒體相關的團體 也發起了這個連署跟發表的聲明 所以最近就我們所知文化部已經開始在去這個列明去造冊 希望了解這個第一線的新聞工作者大概有多少 然後實際的需求是什麼 那也許有機會是把它列入到這個稍微往前一點的這個優先的施打對象 那當然這也是一個因為新聞工作者就剛剛講的 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的公共的這種服務 他要把這個公共資訊來告訴大家 那當然在還沒有列為到這個優先的施打對象 或者是到時候會不會真正列出來 恐怕還是有一些些人有不同的看法 可是我會覺得至少新聞工作者要好好的保護自己 那另外一個做法我覺得也許可以提出一些建議 就是說實在的在這疫情期間 我會建議我們的這些媒體可以去考慮到聯合採訪 就是分工的採訪的方式 就是不一定每個媒體都要在同一個地方 然後去報導同樣的事情 因為你可能也很難再有深入 可是如果只是一些公共資訊的告知的話 也許這些像衛星電視工會 或者是這個報業同業工會的這些組織跟機構呢 可以想想看怎麼樣去做分工 讓新聞工作者不用大量的長期的暴露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如果我們只是一個比較告知性的 當然如果你要去做深度採訪做調查報導 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那我們在網路上面也有看到有一些朋友會覺得說 新聞工作者何必要這樣子做呢 雖然你很重要但是還有其他的醫護人員 很多的長輩也一樣很重要 我相信這的確是如此 所以這個優先順序是什麼 恐怕還是在社會裡面會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可是講到疫苗這件事情就讓我不得不想到 台北市發生的這個好心肝診所的這一件事情 你要看到很多的這些長輩也好 很多的醫護人員很好 或者是很多的公共服務業者 包括記者這些公共服務業者 他們其實長期暴露在這樣的一個危險當中 都等不到疫苗或者是沒有辦法早一點 拿到疫苗作為一個優先的施打對象 可是我們看到有些人竟然把這個 目前為止都是一個稀有的這些物資 或是稀有的救命的防護呢 作為一種公關的工具 我這裡並不是要去批評這些打疫苗的人 因為我想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些狀況 或是他的需求 可是這個就反映出很重要一個問題 就是到底是誰在主張這件事情 為什麼這些事情會變成是這些特定的人 他可以有這樣的一個施打疫苗 在政治上面他就是一種禮物的交換 這就是一種所謂的公關 但是把這種稀有資源這些救命的東西 當作是自己的組織的公關 私人的公關 說實在的是非常不可取的 以上是我們這禮拜的這個災難時光會客 是我們特別幫大家整理在這個 跟疫情有關的人權的新聞上面 那下禮拜我們會繼續跟大家討論相關的議題 我們下禮拜再會拜拜